我爸居然觉得没有儿子很遗憾 我是独生女 我爸一直很宠我 是所有人眼里的好爸爸好老公 我和他关系很好 小时候呢他和我妈闹离婚 我没有犹豫就说想要跟他那种 从小呢就给足我安全管 很尊重我连一句重话都没有对我说过 每次看到别人吐槽爸爸大男子主义和爸爸相处尴尬什么的 我都庆幸我有一个这么好的爸爸 昨天啊无意中翻到他以前的日记就看了一下 记录了我的成长我看得很感动 翻着翻着就看到了一句 虽然此生没有儿子 我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 就完全没想到他居然也会有这种想法 今天一天呢看到他啊都觉得怪怪的 网友说啊 就他们那一代人呢大部分都有这样的思想 我们单位一个同事 女儿超级优秀 那天啊闲聊天得知啊我只有一个女儿 疯狂的要我再生一个 还说呢他如果有个儿子 他就不会这么痛苦了 我也不懂痛苦啥呀 他女儿不在国内高兴单身 是我羡慕的姐姐啊 他一直觉得女儿不结婚让他抬不起头 还有他说呢我爸也是这样 我以前跟你一样想 直到啊去年他看到同事老来得子 偷偷的跟我妈说眼馋 很眼馋 还有他说呢我感觉啊很多啊 咱们这辈儿独生女的父亲啊都有这种想法 只是他们没跟我们说罢了 还有他说呢还凑个好字 别骗自己了 要是生个儿子多少人会感慨 没有女儿很遗憾 我觉得很多父母本质上就是重男性女的 只不过呢 颇于计划生育和个人情况才有了很多独生女 也不能说父母不爱女儿 只能说那爱啊都是有条件的 那缺姐想说什么呢 缺姐一直想说啊 缺姐一直无法理解这些老浓屌的傻鸡不逻辑 在城市里下屌子的好处是什么呢 跟邻居打架到哦 保护你们家的宅基地 还是说这个跟这个邻居的群体泄斗 争田夺地 还是说仗着小屌子的份额 多分一个人的宅基地和田地 还是说小屌子能给老屌子啊 拔屎拔尿的养老服务 还是说小屌子啊 从小到大就一直做家务 带孩子伺候全家 还说小屌子不需要老屌子和老B 拼着老命给小屌子买房买车 娶儿媳妇 再下小小屌子呢 在城市里啊 既没有宅基地 你也没有田地 你还要耗尽老屌子老B 辛苦一生的积蓄 来给小屌子买房买车 弄不好啊 这小屌子连个工作都找不到 还要啃老啃一辈子呢 那么请问啊 在城市里小屌子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呢 下屌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下屌子的功用在哪里呢 在农村 在农耕社会 下屌子的确有这么多好处 可是在城市里下屌子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莫非小屌子的功能就是把他的小屌子搁下来 拿盐烟了 挂房梁上风干 看一眼 叫一口米饭 下饭哟 真的是莫名其妙 就这些啊 城市老屌子们 他们脑回路 缺解永远都不能理解 屌子之所以享有这么高的性别特权 是因为他们在农耕社会里具有这么高的价值 这么多的功能 满足了老屌子的各种欲望 和各种实际的好处 而在城市里 小屌子完全丧失了农村社会 原有的功用 那么 城市老屌子还想下屌子的目的 倒是为了什么呢 确切只能理解啊 就是想下饭哟 是吧 看一眼 不用这个旧菜了 就一口米饭 看一眼 就一口米饭 看一眼 这不多下饭呢 嗯 谢谢观看